每次和赵潘争吵 我都会到这儿来 纠结 困惑 我不知道我来这个 繁忙的大多市里 得到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只觉得离理想 越来越远 又来这一套 只要你高兴 重复无数次 它都是有意义的 你就这张嘴厉害 其实 我拍照的技术更厉害 要不然当年 怎么追得上你呢 你啊 就是会眼识珠 我是有眼无珠 你找到的 可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 其所有有点欲一身 仅此依然 绝无同胞兄弟 你心倒是真挺宽的 把今天早上训我那件 就给过了是吧 这不是公司财务 最近出现问题了吗 我一招聚上火 就没克制住 这不 清醒了 我还能说什么 你是我老板不是吗 不不不 我甘愿只做你男朋友 像这种没分寸的事 我保证绝无下次 赵潘 这么多年了 你连道歉的话都是重复的 你能不能用点心 那 那你想怎么样呢 只要你说得出 我保证做得到 结婚 去爱琴海 兑现你七年的承诺 好 走 咱们去爱琴海餐厅 浪漫晚餐 走吧 我就把商约的话 没想到周先生有这么多的收藏美 能给我欣赏 真是荣幸啊 客气了 这次的米莱时装周 您的作品已经送过去了 我的经历从来不停在过去 我正在着手下一季的作品设计 非常期待 不知道您这次 又将给你带来怎样的惊喜啊 暂时保密 不过再好的品牌设计 也需要有好的方案来推广 这样才能阐释出 创意的独特内涵 那是当然 当然 不过 目前的方案啊 我没有一个满意 那不知道周先生 您这次的设计是什么风格呢 它逐一引领时尚的前卫设计 充满了超自然的魔力 这是我最爱的一幅藏画 多美的魔鬼啊 美女与魔鬼的相结合 充满了神秘的气息 这是挪面 是挪迹或者是挪衣当中使用的道具 是原始图腾的再现 趋灾纳服的吉祥象征 也是自从远古以来 人们重要的精神力量 有很多挪面 都算得上是艺术精品 它们的模样 大多都是粗犷 猙獰 图案有写实的 也有抽象子 别在周先生面前献丑啊 这位小姐是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工作室的摄影师 清清 你摄影师啊 清清小姐跟画里的姑娘 倒是有几分相似啊 是有些家啊 看来清清小姐 很懂这画里的东西喽 略之一二 说起这个挪面 就会提到挪舞 挪舞最早流行于 我国长江流域 人们戴着这种 质朴又夸张的面具 祈祷 祭祀 具有很浓重的巫术色彩 不过现在 已经慢慢地演变成了 一种民间的舞蹈了 不错 没想到贵公司 还藏着这样的人才啊 周先生 你这是过脚了 小丫头不懂事 在你面前卖弄了 卖弄 是人才嘛 就要好好地培养 是是是 别埋没了 你看啊 这挪舞 是古老的民间艺术 而您设计的服装 又是现在的顶尖时尚 眼前的赵潘 已经从当年那个 艺术至上的文艺青年 变成了一个 只看商机的经营者 曾经那么执着 追求梦想的他 终究被现实生活所征服 我静耳来突显地做梦 不知道在他心里 还有多少执着 会一如从前呢 秦京 秦京 外面灯怎么坏了 你赶紧去看一下 对不起啊 我这最近工作太忙了 一天我们俩今年日 我都给忘了 七年了 什么都忘 还记得 咱俩是怎么开始的吗 七年前 我刚来到美专 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 从这条路上经过 有一个男孩 天天都在路灯这站着 看着我笑 后来有个天我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很好笑吗 后来那男孩就说 我可不可以 做你的车夫 这儿啊 后来就成了我们俩 经常见面的老地方 我们还在灯柱上 刻下了爱情的誓言 你说过 路灯不是树 不会长 所有路过这儿的人 都可以见证我们的爱情 本科毕业以后 我们一个在上海 一个在北京 继续读书 那个时候 我每逢周五 都会来到这儿 把对你这一周的思念 都扔进这个油桶 然后回到寝室里头 想象你看我信的时候 甜蜜的笑容 后来 我也来到了上海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 可是每天都会绕很远的路 来到这个公交车站 只为了能在一起吃早饭 我还要去吃早饭 赵潘 老板 今天什么主菜 没有 真没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物质 除了挣钱就是吃 你能不能够吃 伯伯 怎么着今天也是七周年纪念日不是 我们应该出去吃吧 你还知道今天是纪念日 你没听说过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得先抓住男人的胃吗 你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 自个儿今天不就不称职啊 你怎么就不反省 反省你自己呢 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 我这么一天到晚忙得累死累活 跟感激似的 不还是为了你吗 你说你 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 我不赶着挣钱买车买房娶你 咱们以后生孩子都是麻烦 就算你没房没车 我也会嫁给你的 我照拍是金牌摄影师 怎么能光着屁股娶媳妇呢 不风光大半一场 那能叫结婚 钻戒 婚纱照 白酒席 这哪样不要花钱 我算过了 咱明年啊春暖花开的时候 拍结婚MV 摄影师就起咱们工作室的小账 给他两条烟就能把事儿给办 你能不能别这么算计啊 你自个儿跟个大漏勺似的 花多少钱心里没数 我还是跟你一样 咱喝西北风啊 我怎么就像个大漏勺了 好好好 算我说错话行了吧 赵潘 我要嫁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什么房子跟车子 好好好 我去换身衣服 咱们出去吃饭 明天早上 别忘了买我爱吃的豆浆和煎包 我们已经无数次的 为了这样的问题而争执 每一次都不会有结果 我始终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